之前呢就已经有教大家呢 要怎么去打造一个耐的AI的客服机器人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教大家 要怎么去打造公司内部知识库的AI机器人 而且会具有上下文的记忆功能哦 要怎么进行呢 往下来实作吧 Go 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正式启用了 如果你对AI教学内容有兴趣 每个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钱 就会获得更多的内容 想要更加深入学习 但常常出问题 选择学习plus方案 就有一对一的聊天管道 或是呢你愿意支持我们 也可以每个月请我客观养乐多 让我持续创作更多内容 影片要开始啰 你准备好了吗 嗨大家好我是阿当 前几天我在会员频道里面呢 发布了一支有关于Mac 来打造AI agent的教学之后呢 有一些业务员 还真的是有一些不是只有一个 他们来问我说呢 比如说像我们是做保险的 做信用卡行销的 或者是呢做房仲的 他们的公司内部呢 其实有蛮多资料库可以参考的 只不过呢这些资料库 我通常只能用关键字去搜寻 或者是呢他并没有一个统整的地方 我可不可以呢用Mac的AI agent 来直接做出一个公司内部 资料库的AI机器呢 之后我只要用提问的方式 就可以很快的得到答案 当然这个东西只是小菜一点 今天我们就往下带大家来实作 利用AI agent来打造公司内部的 资料库AI机器人吧 好首先呢开头呢就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要Mac打造AI agent这个功能呢 他是必须要付费方案才可以使用的 那最低的付费方案呢 一个月大约是在10块钱美金上下 那这部分呢大家自己去考量 毕竟我今天要教的是用在企业内部资料库 如果以这样的费用来说的话 一个月只要300块台币左右 对公司来说其实是蛮划算的一个开销 这部分就大家自己决定后再往下来继续就好 或者是你也看完影片之后看看这个功能你觉得很方便 那你再来付费打造就好 其实呢如果你要用免费的方式 用一般的场景要建立成公司内部的资料库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呢用这样的方式打造的话虽然是免费 但是如果你要有持续性的连续问答 也就是要有上下文记忆的话呢 你在这里面打造会比较麻烦一点 但是用AI agent来打造的话 他本来就有内附这个功能 你不用去考虑这些上下文记忆要用什么方式去把它储存下来 好接下来第一个步骤呢 我们就是到Mac里面左侧这个AI agent 他目前还是Beta功能 不过呢我觉得越修改越好用了 进来之后呢我们先点击我们要建立一个agent 点击建立一个连结 这边Connection Type呢 就可以选择你要使用的AI是哪一家公司的模型 那我这边会推荐大家呢可以直接选择OpenAI就好 然后API Key的部分呢 在前阵子呢我也有介绍过 要怎么去取得OpenAI免费额度 原则上呢就是你知道一次性支付5块钱美金储值 并且呢分享资料给OpenAI 你就可以有每天大量的免费额度可以使用 我这个大量呢是指说你自己个人使用 或者是呢以中小器来说这种小型的 知识库的规模要使用的话 每天免费额度应该都是用不完了 除非你们公司的员工以及使用量真的很大 当然这个支出我觉得也不会很多啦 如果你公司内部要用的话 肯定都是划算的 大家呢可以先去看这支影片 取得OpenAI的免费额度之后呢 然后再去产生一个API Key 产生API Key的时候呢记得名称呢 可以打一个你自己比较好记得 以免呢之后如果想要删除 会不知道删除哪个API Key 建立之后呢就可以把API Key呢复制下来 然后回到我们刚刚创建AI Agent的地方 把API Key呢贴上去 然后按下储存 接下来这边有个Agent的Name AgentName你可以自己取名就好 接下来模型的部分呢 我会推荐大家呢可以直接选择mini系列就好了 像是4欧mini 4.1mini 或者欧式mini都可以 以企业内部知识库的使用来说呢 用mini会比较快 而且呢这个免费额度消耗会比较慢一点 因为呢像mini系列的呢 免费额度每天的话会是有250万个Token 基本上很难把它用完啦 那我自己目前呢都是使用4.1mini 给大家参考 好接下来是基本的系统Prompt 这个要怎么去下呢 这个不用下的很复杂 你只要大概给他就好 像是这样你是公司的知识库机器人 根据使用者询问的问题 亲切专业的按照知识库内容提供解答 如果知识库没有内容要怎么样做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按下储存 然后进到这个页面呢就完成了 那右上角这边有个Agent settings 你可以把它点开来大概看一下 这边可以再修改你的模型 然后最大的输出Token 这个其实也不太需要改啦 好再来往下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这个 这个呢就是上下文记忆的最大笔数 你想要最多往前记忆到几笔 一般来说我觉得大概6到10笔左右就已经差不多了 这部分呢你可以自己按需求再去调整 想要更多或是减少都可以 好按下储存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回到场景的设定这边来 点击右上角我们要开始建立一个新的场景 像我们之前呢在会员频道介绍的 Mac AI Agent呢打造起来有分了好几个工具 但是呢像我们这次要打造内部知识库的AI机器人的话 基本上只要这一个场景就可以搞定了 好首先呢我们要先接收呢 Nine的讯息嘛 一样呢我们先点击Webhook 点击Custom Webhook 这边点击ADD 然后按下储存就好 这边呢会出现一组Webhook连结 然后我们把它复制下来 接下来我们到Nine的开发者账号这边来 那你就是注册登录之后 然后进入Consult页面 点击呢新增一个Providers 这个名称呢一样你记录一个好记的就好 然后按下创建 接下来我们进入Create a Message in API Channel 然后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官方账号 来作为知识库的AI机器人使用 或者是呢你想要直接结合到你自己内部的官方账号也是可以的 那我自己会建议就是这个知识库的机器人把它分开会比较好一点 建立的时候名称你可以自己写 然后页种的大小分类可以自己随便选 然后按下确定 这个取消打勾按下完成 好这样就申请完成了 然后我们就往下进入管理画面 按下同意了解并继续使用 这边呢可以打插 然后上面直接进入这个聊天 把聊天预设呢这个关闭把它打开 然后往下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开启Messaging API的设定画面 打开它 然后启用Messaging API 再来我们这边就选择我们刚刚在Line的开发者账号这边 建立的这个Provider的名称 好选择它之后按下同意 这边直接确定就好 确定 这边呢就可以填写Webhook的网址贴上去 按下储存 好官方账号这边呢设定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到开发者账号这边来 再点一次我们刚刚这个Provider的名称 右边这边就会出现我们刚刚建立的官方账号 把它点击进去 切换到Messaging API往下拉 这里有一个UseWebhook把它打开 第二个把它打开 这里会需要同意 然后再启用 好往下拉到底之后 这边有个Channel Assets Token 按Essue 然后产生一组这个Token之后 复制下来 好这个呢我们等一下就会用到它 接下来我们回到Mac这边来 我们先按下储存 然后按Run Once 然后你就可以用你自己的账号呢 对你这个官方账号随便发一个讯息 先确认一下它会不会收到内容 确认呢会收到内容之后 那就没有问题了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建立下一层 现在我们是要打造内部知识库嘛 下一层呢我们就要先去连结 内部知识库的内容 这边我建议大家呢可以使用Google文件 点击它 然后选择这一个 Get content of a document 然后点击它 好建立连结之前呢 大家可以先到自己的Google云端硬碟里面 然后用Google文件 建立一个公司内部知识库的这个内容 把这些内容都加入之后 就可以回到我们这边来 然后按下建立连结 然后登录你的Google帐号 登录过程中呢 这边有权限需要允许给Mac 那你就把它打勾起来按下继续 好这边呢选择 by drop down 就是下拉选择就好 然后这里有个Document ID 你可以点它之后 它会去读取你的云端硬碟里面的内容 然后选择你公司内部知识库的那个档案 那你这个内容里面呢如果有表格的话 记得就可以把它选择yes 然后按下储存 好这样知识库的部分 就建立在这里 接下来我们下一层呢 就可以选择我们建立的AI Agent 好新增模组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搜寻AI Agent 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 MAKE AI Agent 选这个RUN AN AGENT 接下来往这里下拉 我们一开始建立的那个AI Agent的名称 接下来的栏位呢 第一个是SERT ID 这个蛮重要的 这是作为上下文记忆的一个依据参考 好这个ID呢 一般我就会直接使用User ID来作为参考 那你可以点击之后 往左边这边来往下拉 这边呢Events点开 然后Source点开 这边就有个User ID 把它点击一下 它就会加进来 再来往下这是额外参考的内容 那这边呢我们就要把 公司内部知识库的内容把它加进去 这边你可以打一下 公司内部知识库内容 然后接下来呢 把刚刚Google文件的内容把它点进去 这边一样左边 然后在Body下面这边有个Content 点一下把它加进来就好 然后往下有一个Message 点开之后 一样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往左边看一下 找到Message 然后这边有一个Test 把这个Test呢点一下 加进来这里 好这样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按储存 好接下来最后一层呢 就是Nine的部分了 就是AI Aging这边都处理完 内部知识库之后 然后再搜寻Nine 点击上面这个Nine之后 我们要做的是回复讯息嘛 所以是Send a Reply Message 点击连结 好这边我们就要填入 我们刚刚复制的那个Channel Assets Token 在开发者帐号这边我们刚刚产生的这一组 把它贴上去按下储存 好 Reply Token一样点一下 然后下拉到底 把Events点开 再下拉 这边有一个Reply Token 点一下把它加进来 再来是Messages 要怎么回复给使用者呢 这个Test 点一下 点击Mac AI Aging的这个Response 这一个 加进来 然后按下Save 储存 这样就完成了 这很简短 如果你要做一个公司内部的知识库的AI机器人的话 只要4个节点搭配一个AI Aging的功能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我们就可以把它启用 然后储存 回到前页来确定一下这边是不是ON 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试试看这个机器人 比如说员工有什么福利 这边就会先去读取内部资料库 然后丢给AI Aging之后 然后他就会按照这个内容去对应你的问题 然后回答你相关的这些资料 再回传到奈来 然后像我们刚刚提到了上下文记忆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刚刚问的是员工有什么福利 接下来如果你是没有上下文记忆的话 你必须要问他说 新进员工的话 员工福利也可以有吗 你必须要这么完整的去问他 但是如果有上下文记忆的话 你可以直接补充询问 比如说新进员工也有 这样就可以透过上下文记忆 他就告诉你 新进员工也享有基本的这些福利 或者是新进员工的内容 会有所差异之类的 他就会按照你刚刚的上面的提问 然后可以做延续性的问答 但是如果你没有上下文记忆的话 就没有办法做这样连续性的问答了 这个企业内部知识库的AI机器人 打造就这么简单 只是用AI Aging来做的话 这个上下文记忆的部分 会比较简单明了方便一点 大家的公司会有需要的 就可以去试试看 那如果你想要在你这个AI机器人 再做更多工具把它加进来的话 就去参考了我在前两天 会员频道发布了这一个 Mac AI Aging的完整教学 这里面就有提到 我们知道怎么去再打造 额外的工具把它加到这个AI Aging来 那这个AI机器人 就不会只是你公司内部的 知识库的AI机器人 而是可以帮助你的员工 再做更多的事情哦 看完上面的教学之后 你是不是觉得像这样 AI机器人打造起来非常简单 而且又很实用 如果以业务来说的话 像是防众业务员的话 你可以呢 将你的物件 全部丢到这个知识库里面 而且不用像以往一样 这么分门别类的去把它放进去 你只要每个物件的每个项目 描述好丢进去就好 然后一个一个排列出来 接下来你知道对AI机器人提问之后 就可以得到你想要搜寻的这个物件 光是这样就可以增进很多效率 去帮你的客人找到需求的物件 那像是保险业务员 信用卡业务员 其实都是一样的 你只要把这些资料 全部丢进去之后 都可以很快的找到 你需要的内容哦 不用像以往一样 用关键制造 或是自己要整理的很清楚 你才有办法找到相关的资料 透过AI来辅助 就可以大大的增进你的工作效率哦 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想要知道更多AI的相关教学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 我是阿汤 下次见 掰掰